我相信这个六四对你也是非常难忘的 你站出来以后 你国内的这个大量的这个资产 这个包括房子 包括一些生意 包括银行的账户 一些人在香港的 全部给你冻结了 我相信你当时 当时你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不是没想到这些东西 当时那个得失心 你是怎么样就是就克服了 就是没有所挂记的 心经里边不是说 你没有挂记 你现在没有恐怖了吗 你就能够勇敢的面临这些事情 这个你能不能再给他们稍微的分享一下 我很多战友还是想听的 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就是小叶 他能支持我 你知道啊 就是说人生啊 走到一定的时候的时候 其实就是家人了 你的父母亲 你的另一半 对吧 完了才是孩子 真正能陪伴你的所有的一切